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聊聊梦的超强大功能 在上一集中我们提到过 快速眼动睡眠阶段 眼睛会快速来回转动 并且会做梦 那我们到底都在梦些什么 为什么做梦如此重要 哈佛大学医学院的罗伯特斯塔克·戈德 他设计了一个实验 用来确定梦境和我们最近日常的相关程度 他连续两周记录了29位健康年轻人的白天活动和情绪问题 要求他们记录自己的梦境内容 结果发现白天发生的生活事件 仅占梦境内容的1%到2% 也就是说我们的梦并不是白天的重播 但也不是完全不相干 参与者白天时35%到55%的情绪和担心的问题 的确重现在梦里 那梦到这些情绪有什么作用 我们为什么要睡觉 这本书的作者马修沃克提出了一种理论预测 他说快速眼动睡眠的梦 他能够从你白天经历的困难 甚至是创伤中 把令你痛苦的刺给拔掉 很像齐牙拔掉念针那样子 第二天醒来 你的情绪就能够得到缓解 这意味着快速眼动睡眠的梦 能够让我们记住有价值的 突出经历中的细节 将它们跟现有的知识联系起来 并且忘记附着在这个记忆上的痛苦的情绪负荷 也许治愈我们的并不是时间 而是有梦睡眠 这个理论依据是 在快速眼动睡眠时间 当你开始做梦的时候 一种与压力有关的关键化学物质 去甲肾上腺素 会在大脑中完全停止释放 这是我们一天中 大脑唯一一次不存在这种会引发焦虑的分子 而且在这个时候 大脑中与情绪和记忆相关的结构会被激活 包括信任和海马体 这意味着有可能在做梦的时候 大脑在安全的条件下 重新处理那些令我们痛苦的记忆 现在请你回想你童年里发生过的 最印象深刻的回忆 这个回忆是不是跟情感相关呢 但是当你回忆的时候 你并不会伴随当时的感受 芝加哥大学的罗萨林德·卡特赖特博士 对那些因为分手或离婚而极度难过 出现抑郁迹象的人进行研究 他在他们最初分手的时候 就开始收集他们每晚的梦境报告 找出梦境中出现的 跟日常情感主题相同的明显迹象 一年以后 罗萨林德对这些患者进行随访评估 他发现那些有梦见事件发生时 痛苦经历的患者 才能够从绝望中获得疗愈 慢慢适应新生活 并且没有患上抑郁症 而那些做梦却没有梦到痛苦经历的人 依然被抑郁这股暗流拖累着 卡特赖特表示 当我们需要解决情绪上的历史包袱的时候 仅仅有快速演动睡眠 或者做普通的梦是不够的 需要快速演动睡眠的梦 而且明确梦见创伤的情绪 主题或者感受 有点像是需要说出伏地魔的名字 我有一个朋友就是这样 在被出轨以后 反复梦见跟出轨有关的梦 他跟朋友们抱怨说怎么还没好 但是在过了近一年以后 现在他都快忘了那个前任了 所以这个实验对于普通人来讲 可能就是告诉我们 痛苦是会过去的 要耐心的等待 大脑会慢慢帮你把那根刺给拔了 如果反复做同一个噩梦也不要紧 有可能是大脑正在努力工作中 唯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好好睡觉 保证睡眠失常 因为快速演动睡眠主要是集中在清晨 如果你早起两个小时 就有可能措施治愈心痛的机会了 患有PTSD的患者 不仅在白天受到闪回的困扰 而且反复做噩梦 他们的睡眠 尤其是快速演动睡眠被打乱了 有证据表明 PTSD患者神经系统释放出的 去甲肾上腺素水平 要高于正常水平 刚刚说过 在快速演动睡眠做梦期间 正常人脑内的去甲肾上腺素 是会停止释放的 马修认为 很可能就是这个原因阻碍了患者 进入正常的快速演动睡眠的梦境 大脑所处环境的压力化学物质含量过高 导致无法在夜晚剥离 创伤记忆中的情绪 但这些记忆仍然被贴上 强烈的情绪标签 所以大脑试图在晚上 进行情绪与记忆的剥离尝试 一直重复但一直失败 就变成重复性噩梦 有一位在西雅图的 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医院工作的医生 叫莫里拉斯金德博士 他一直用一种名为派坐勤的药物 来控制退伍军人的高血压 结果发现这种药物 不仅可以降低血压 而且竟然还缓解创伤后应激障碍 也就是PTSD患者出现的重复性噩梦 原因就在于这种药物有个副作用 就是抑制脑内的去甲肾上腺素 这里我想稍微延伸一下 有一种用来治疗PTSD的疗法叫EMDR 全称叫做眼动脱敏再处理 这个疗法目前有点争议 因为它有点像催眠 以前我觉得催眠就是什么唬人的戏法 没想到它有一定的科学依据 我在看了一本叫《身体从未忘记》的书之后 我个人是相信EMDR这个疗法在专业的治疗师的使用下是能发挥它的作用的 根据作者巴塞尔范德考科的说法 EMDR的做法是让心理创伤患者去回想当年事件的细节 包括画面和声音以及当时心中的想法 与此同时他作为治疗师会在患者右眼大约12英寸的地方 缓慢的前后移动食指 并让他的注意力跟着食指运动 每隔几分钟会暂停一下 阿塞尔当时治疗的患者叫大卫 曾经因为制止一群青少年在游泳池里喝酒打闹而被攻击 其中一个男孩在攻击他的时候 用碎酒瓶挖出了他的左眼 可想而知这是多么恐怖的事情 30年过去了这个经历反复闪回并且出现在他的噩梦里 闪回的时候患者会再次经历那种痛苦 并且无法用言语来描绘 这不仅仅是心理层面上的问题 而且是生理层面上的 闪回的时候大脑的警报器 性和人和视觉疲层会特别活跃 负责语言的布洛卡区则显著失活 大卫在经过几次的EMDR治疗之后 表示自己睡眠质量提高了 并且第一次获得了内心的平静 那到底为什么EMDR这么神奇呢 据巴塞尔所说 PTSD患者的创伤性记忆是碎片化的 记忆以场景感受和情绪的方式出现 没有整合成一个自传体故事 而EMDR有个特点 就是它可以使大脑中的某种东西变得松散 从而使人们快速的回忆起过去经历的片段和画面 而且这些经历通常不是紧密联系的 这似乎有利于人们从更全面的角度看待自己的创伤 帮助患者将旧有的信息整合成新记忆 那EMDR这个叫眼动脱敏再处理的疗法 跟快速眼动睡眠是不是有一定的联系呢 有一次巴塞尔在向一个研修小组展示自己 EMDR成功的案例 底下就有个听众 就是罗伯特斯塔克哥德 他就是我们刚刚讲研究睡眠的那个博士 罗伯特就对EMDR特别感兴趣 很快一篇认为EMDR跟快速眼动睡眠有关的文章发表了 快速眼动睡眠中的快速眼部运动跟EMDR很相似 都激活了事物间遥远的联系 快速眼动睡眠越少就越可能抑郁 在这样的梦幻联动中 罗伯特跟他的同事很快就发现了 睡眠可以促使无关记忆之间的新联系 这就要说到快速眼动睡眠的第二个功能 马修跟罗伯特利用睡眠惯性设置了一个实验 在参与者睡着以后 实验人员在非快速眼动睡眠阶段和快速眼动睡眠阶段 各叫醒参与者两次 醒来后的90秒内要猜字迷 之所以这样设计是因为 我们没有办法让一个睡着人参与测试 所以只好利用睡眠惯性 睡眠惯性就是睡眠状态进入清醒状态的大脑状态残留 当你把一个人吵醒的时候 那个人大脑内部的状态会很接近睡着的状态 由于睡眠惯性只会持续几分钟 所以实验控制在90秒内 这个字迷是这样的 屏幕会显示几秒钟的被打乱的五个字母 如果你能够联想到goose 就要立刻说出 然后屏幕就会出现下一个字迷 看看参与者可以在90秒的睡眠惯性内达出几个字迷 我设计了一个中文版的 你有没有组出来是思考的思 实验就发现参与者在快速眼动睡眠中醒来之后 解谜的数量比白天或者非快速眼动睡眠 醒来的时候解谜的数量多了15%到35% 而且有参与者表示答案是突然跳出来 快速眼动睡眠中的大脑有个明显失活的区域 那就是管理理性思维和逻辑决策的前额叶皮层 就好像逻辑这个循规蹈矩的指挥官 把管理权交给了一个不拘一格的狂人 他喜欢跳过明显的关联 积极寻找信息集合之间最遥远最不明显的联系 所以我们的梦才会如此奇幻 如果说清醒时的大脑目光短浅 那么做梦时的我们则是张开网路 搜索大脑的整个信息宇宙 那如果梦有这么强的超关联记忆连接能力 是不是在醒着的时候把素材丢给大脑 晚上睡觉时他就会加班加点帮你想出办法 的确有可能 但前提是你要能够梦见这个问题 著名化学家门杰列夫 他一直痴迷于研究宇宙已知的元素之间的组织逻辑 据说他在反复钻研了三天三夜之后 睡着并且做了一个梦 就梦见的元素周期表 他醒来之后就马上给他写下来 最后只有一个地方需要修改 所以快速眼动睡眠的梦非常的实用 它能够帮我们巧妙的解决问题 马修这样形容梦的工作方法 我要怎样理解我最近学到的知识 并把他们与我已经了解的知识联系起来 然后通过这种方式 发现富有洞察力的心得关联和启示呢 更进一步就是说 我过去做了什么可能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呢 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尽量睡够八个小时 让问题在梦中给自动解决了 还有醒来的时候 大家可以试着用手机录下你的梦 或者写下你的梦 这样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自己的情绪 同时也能够发挥我们大脑的创新才能 最后跟大家分享几个睡眠冷知识